人们看到今天的世道常常就会问 神到底是关心还是不关心呢 诗人在诗篇九十二篇五到七节当中说 耶和华 你的工作何其大 你的心思何其神 出类人不晓得 余万人也不明白 恶人茂盛如今 如草一切作孽之人发妄的时候 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 所以神允许许多罪恶发妄 他允许许多罪恶茂盛 就好像草一样的 这正是今世当中啊 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的写照 但是神的旨意是毁灭一切作孽的 我们很多人都对明显的不公义 和以权谋私的一些现象很关注啊 神的回答是 我在任其滋长 但有一天 他们要被我的审判斩除掉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 神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之前 要成就的三大目的 好 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 这是主耶稣从橄榄山向着殿雨发出的一番预言 分别在三本福音书上都有记载的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和马可福音的是三章 它们各有不同的重点 只不过是所站的角度不同而已 实质是指着同一回事 这里提到末世的各种预兆 其中第十四节是最典型的预兆了 经文说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那正是这个特定的问题的答案了 那就是最典型的预兆了 也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好 我们就简单来看一看 启示录的第七章 九到十节 对丰收的描写 经文说 此后我观看 既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羔羊面前 身穿白衣 手拿棕树枝 大声喊着说 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 也归于羔羊 好了我们注意啊 那里必须有各国各族各民各方面来的人 每一个语言 每一个种族的背景都听到了福音 至少各有一个代表来到神的宝座前 但除非有人去传呢 否则的话就没有人能够听到了 基督教会的优先责任呢 就是向世上万民传扬这个天国的福音 很多基督徒不知道 这就是指你和我呀 我们需要醒过来了 圣经说在丰收时睡大觉的儿子必要羞愧呀 我们教会当中太多睡大觉的儿女咯